大飛汗天 上海來到這裏 是真真正正見到一個叫做什麼 移民潮 不只是問移民這麼簡單 而是移民潮正正式式在上海發生著 就以今年的11月 第一個星期 就是兩個星期內的事情 最新的就是成交樓 二手樓是3,775套 這樣掛牌的呢 就是說登記現在要賣樓的呢 13萬套 而13萬套只要平均一套樓 你不要說那些超級豪宅 一億幾千萬 平均計一千萬一層的單位 你說這個數字多驚人 而另外一方面的數字就是今年 在動態清零上海封城的時候 已經有一波人即時執行李 離開中國 直接這樣移民去加拿大 這個是加拿大的數字 他說在四月份至今年的八月份 如果有十家人要移民去加拿大的話 就有八成人就是中國人 那你就很簡單 這條數字就算出來 但是新一波 在二十大之後 跟著更加多人 趕快執行包袱 離開中國 去加拿大的更多 兩條數字加上就是真真正正 由觀望態度 哎呀 你封城而已 遲些政治氣候 或者真真正正 為人民著想 健康著想 啊 沒問題的 捱過了 有些人不明白 趕著走 但是當二十大 陳埃落頂 習近平 習派已經再無對手的時候 然後這樣就出現了這一次真正的逃亡潮 劈樓潮 最重要是你有錢 大家都明白 如果上海賣層樓 就當然一千萬來計補多少 手頭上的就已經可以全身移退 這樣就可以做個勇敢加拿大人 熱血缺包中國籍 看到中國 以前很多人萬眾歸心 哎呀 我要做個中國人 結果現在大家拼命地 尤其是賺到錢 這班想辦法走 你看到馮小剛也一樣 馮小剛說 哎呀 我吃不習慣西餐的 你們說我去美國 沒有這樣的事 我只不過送個女兒去那裡讀書 送完她之後 等她適應了 我就回來 結果 你吃中國人的飯 摘中國人的鍋 又再出現 馮小剛和她的老婆 隨飯 兩個已經證實了 他們已經申請了美國移民 不認不認 蠻須認 想又要賺著數 又要拆出世界 真的很艱難 但是明白的明白的 看著中國的錢 但是又想拿到一個叫做安全位置 中國人就是這麼矛盾的 你問我 你問我 其實 現在來到這裡 如果你有錢的 你不做好安排 香港也是 你問一下香港有錢人 有多少個他們全部拿來外戶口 你跟我說什麼都沒有用 那些錢最重要不要在中國 中國 就是現在他們唯一的寄望 我很坦白地說 我最近認識到一個網友 他都說 說得很清楚 就說他的投資已經全部撤離了香港 每個月 只留下基本的花費 也都沒有想過在香港或者香港的股票 有任何投資 每一個人都有觀望態度 但是上海這一波 這次不是觀望態度 是直接賣老賣資產走人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最終Share 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Patreon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廣州還頂得住 事實上 廣州人的那種韌性 到今時今日 還叫做頂得住 所謂的頂得住的意思 就是移民潮還沒有很厲害 但是這兩天 廣州開始封城 我相信廣州都頂不了多久 廣州人 節目做到這裡 跟大家說聲 拜拜 拜拜